大家好,我是WCN的主持人吴亚南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中医 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 传统中医不仅可以治疗疾病 还可以强身健体,舒缓身心 大家好,我是WCN的主持人吴亚南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中医 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 传统中医不仅可以治疗疾病 还可以强身健体,舒缓身心 根据中国两所大学的研究表明 中国的传统中医和中国的哲学、宗教具有深远的渊源 即使现在科学依然不能对传统中医的疗效背后的原理 做出合理解释 而中国传统中医的养生之道包括有 人的身体和人的情绪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要保持着身心健康 需要有良好的精神 并随时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与此同时 中国的传统中医还注重对于精神疾病方面的治疗 因此传统中医还可以引导大家进行自我预防 如注重日常生活中的细节 保持进取心 保持身心平衡 保持社会和自然的和谐 传统几项对我本来说非常的有效 在此我也祝愿各位观众朋友们身体健康 我们下次再会